台湾玉山科技协会将会在明天星期二 力邀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中 以及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还有中华电信董事长蔡立行 蔡市三巨头分别就金融、半导体以及通讯等不同领域来进行专题演讲 尤其议题将会围绕在金融科技领域成为业界瞩目焦点 走在瑞典街头买东西靠的是迅速方便的电子支付交易 去年瑞典丹麦南韩国家电子支付就占个人消费支出比例77% 传统纸币推厂 Fintech金融科技带动下非传统金融服务应喻而生 取而代之的是P2P借贷机器人理财服务 还有比特币兴起的区块链应用 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数位的时代 所以这个十年前我们面临的这个产业的环境 比较今天今天的环境可以说是多变 又快变了 台湾玉山科技协会20号晚间将举行2016会员大会 邀请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中华电信董事长蔡立行 以及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 蔡氏三巨头进行专题演讲 内容涵盖半桃底界通讯产业金融层面领域 蔡明忠认为Fintech不可避免 对金融业产生颠覆性的改变 台湾最大的挑战就是区块链的推广应用 现在当然金融业大家最夯的就是在讲这个Fintech 所以能够有金融的背景 对于这个数位科技又有了解 今年包括富邦金 新光金 国泰金 玉山金的大型金控业者 都加码网罗Fintech相关人才 更成立专属的Fintech业务以及储备干部 金管会日前敲定 9月底前Apple Pay即将登陆台湾 也代表台湾加速拥抱Fintech领域 产业巨头的意见分享 或将成为业界指标风向球 新台电视室综合报道 新台电视室维合报道